這樣一隻 現在怎麼刮鞋子 通常魚仔到這裡 別到這裡 魚鞋子開始在釣的時候 開始在拖的時候 刮鞋子就要先刮鞋子 鞋子才會刮鞋子 第一次刮鞋子就要鞋子 鞋子 鞋子 你是算大鞋子 讓你這樣刮 沒有啦 一般人才會這樣刮 通常不是 通常我們要刮鞋子 所以我們要刮鞋子 別讓它夠價值 基本上說 你的東西沒有鞋子 我如果鞋子到鞋子就要刮鞋子 你怎麼會知道他起來是先刮鞋子 要去鞋子 還是鞋子 當然我們做鞋子我們知道 像這個 像這個 鞋子鞋子 這個色澤鞋子 這個就是鞋子 這些都是鞋子 這個色澤鞋子才會刮鞋子 對 鞋子鞋子 如果你看 鞋子鞋子就比較多 鞋子鞋子 鞋子 鞋子鞋子都散了 鞋子鞋子都散了 你看 鞋子的色澤 還沒有漂亮 但你看 鞋子鞋子都散了 散就是一定在鞋子 鞋子就好吃 所以你們今天來喔 我是不是健康 健康有一個比較貴的問題 這不用強健康而已 現在跟幾個就沒有了 觀眾朋友 我在買的魚 就有錢桌 從後面 最不用強十天我就買了 有的魚怎麼會已經吃幾個了 那就是你去買家 買家買的 這裡可以吃嗎 買家買的 它就放台 來啊 你的台嗎 外台你去剪台 這樣喔 那看怎麼刷 來 這邊你 要怎麼樣 啊 戳哪裡 戳啊 看你要吃哪一塊 看你要戳哪一塊 江湾戳喔 尾巴啦 尾巴尾巴 尾巴 進去然後轉 抽第一把 對 出力出力 出力出力 給你一點 他怎麼皮膜好啊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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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帶這個在這裡 這個不一樣 我是帶這個 它會在 它會在 轉 它會比較小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剃魚啊 這個藥餃 它先 吃魚 吃看看 不錯啦 黑了 油脂很OK耶 你要問船長 我們這邊油脂很OK 不錯 好吃耶 甜甜的耶 吃這樣 這個炸 炸一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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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先擦 他們再 出力 對 轉 轉 對 好 挖出來 喔 來了來了 這要吃看看 應該是這裡吧 這位聖阿哥很禮拜耶 這都油脂耶 對啊 甜耶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這個肉 這個外魚的肉 就比較輕 還好 發哥這隻硬下手 買的黑鮪魚品質不差 光試吃就已經過關 聽說啊 切魚鏽後 還有更厲害的部位可以期待喔 好 來 這是牛肉 還是一個人 他真的加一鍋 哇賽 還要再炸嗎 還要炸嗎 還要炸嗎 我炸嗎 我們來過了 來過了 吃我們就對了 因為吃那個味道就是巴筍 你炸的時候 油花噴出來 對 口腔裡面 那個湯都跑不出來 連手都是油 手都是油 這樣 好香喔 好香喔 你們今天來這塊魚 剛才二十幾萬最好的 都給你們吃的 如果我切一塊最頭 最好的給你們吃 今天碰到最東海味的船長發哥 老張偉跟韋汝兩個吃貨 真的是很有口福 等等來去餐廳還有小老闆 精心準備的特製黑鮪魚大餐 發哥 你這樣我真的會一直來找你 大哥 你告訴他我們要先吃哪裡 是要吃的那個 三四米最吃的 這塊對不對 沒有 我們應該要那塊最吃的 當然 蜘蛛在看的都是看好的 你看像我剛才看 他對那塊 眼窩肉最吃的 眼窩肉 因為眼窩肉這塊 油膽比較不夠 但是蜘蛛剛才回來 在蜘蛛的時候 在運動那塊肉 它的血空氣是不是這麼明顯 這塊 這塊 日本是說 麵肉 你先吃這塊吃什麼 馬肉 不然你說馬肉不行 有什麼 有什麼 不是我說 日本的馬肉吃得比較準 我們這個吃 切豆腐 還有它的Q豆腐 沒有吃到 這個 這個 像你說這個米 米 米歐洲比較濃郁 它等一下兩顆而已 兩顆就很便宜 脆的 對 當然 而且重點是你看 剛剛拿起來的時候 你看它其實是有筋的 對 但那個筋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還是增加脆口感 就是不會咬不斷 它有點像是在咬那種 蔬菜那種小黃瓜那類的 那種脆脆脆 只是沒有那麼快咬斷 小黃瓜 對啊 蜘蛛幻覺的那種小黃瓜 就那個脆口度很像蔬菜的 不像是肉的 它怎麼可以這麼脆啊 它就是 雞紅醋多 油脂沒有像這麼多 因為油脂多 它會脆 但它會帶有油香 它比較沒有 但是你如果說一塊 肉跟黑米比起來 因為水紅醋多 它比黑米的口感 甜度 會增加好吃 對 對 你看 你看 幾塊了 對 這個辣椒 好香喔 它那個油花那個汁 就是這樣子炸不然 然後整個香氣都油油的 都是那個魚油的香味 我很好吃 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好像牛脂 好像牛脂 牛脂 我們這塊 這塊就是黑尾的石道 石道 石道 這個部分真的很像牛舌 牛舌 對 它的口感 你吃什麼 這個只有黑尾的肉 海刀一邊都吃了 我們有肉 我們有肉 有肉 不敢吃 它不敢吃 它是嫩的 它有比有肉 牛肉還要再更細緻 然後旁邊邊那塊有塊 它是魚油嗎 它的魚肉跟魚油嗎 油脂的部分 好軟 它是石道的外觀 外面這邊嗎 外面這邊嗎 它這個肉是石道的中間 這塊一塊魚 這塊差不多半斤斤而已 這樣嗎 這多耶 這塊的眼邊很好吃 很稀有 所以這個稀有 所以你有時候要買 錢要買也不夠 這可惜 這可惜 這個它剛才出來的時候 這盤是熱的 因為我們剛剛拍攝所以熟了 不然這個剛才出來一定很好吃 有 青花亮 你腳被踩到是不是 不是 它是嫩的 它很嫩 而且它不用頂它 它就整個魚肉這樣劃開來了 香 香氣有 它這個像稻草嗎 對 稻草 就像人家做煎魚的做法 對 煎魚的做法 對 他剛才也說你外出 那種老頭的東西 做出來不可以讓他吃 還讓他吞下去 還想要結帖一次 對 你現在要說要結帖 等一下 新菜來了 有新菜 不是說只有這幾道 還有什麼 沒有 今年的新菜 今年的 我以為是什麼皮 這應該是鮪魚皮吧 它這還有魚鱗邊邊 那邊 這很特別 有芒果 芒果在中間 很香 麵包 我們的雞皮 我們這個很方便 就是鮪魚皮 它就教我們 當中間 我們演出這個麵包 芒果在中間 很香 很香 對 這好好吃耶 很精緻 對 你要來我們 試兩三天 真的喔 吃到很多人都鮪魚皮 真的喔 這一家餐廳 從在門口看到 它是覺得很有特色 黑鮪魚專賣 它有很多 比如現在它有眼睛 它有骨髓 整隻黑鮪魚 它可以利用 都可以利用 但它特色的 不是只有餐廳的料理 它的老闆也很有特色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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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長得比較高的楊烈大哥 鮪魚 鮪魚 真的這樣說 很多人都這樣說 對啊 我們要吃什麼 比較OK 就是這個風潮蝦 風潮蝦 你稍等一下 這個是 黑鮪魚的骨髓 我忘記不找 對 黑鮪魚的骨髓 對 你這個怎麼做 如果沒有燉湯 對 不然就蒸蒸 用我們台中 天然的美酒醬 我們用這個 用一個酸味酸味 對 它都把我流菌而已 其他的肉跟蒸的 都已經給我吃了 這個是真的要做的 對 那個眼睛也要做 對 那個眼睛也要做 你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 這是什麼 等一下我切一塊 你吃看看 等一下 我那天咀嚼一塊 我跟妳說 對 黑鮪魚咀嚼 雖然是過了 對 但是我跟妳說 我好像你們大師傅 跟你們大師傅 跟你們大師傅 沒有 你們大師傅說的 我有祕密 對 對 我有祕密 你待會兒不相信 我帶你來看 我有另外一間牌子 是專門整年 所以讓黑鮪魚 大師傅 這位長得很像 楊烈大哥的蕭老闆 以前是一位捕魚船長 23年前 轉航拜師學徒 憑借著多年的經驗 練就了辨識漁獲的技巧 並實施以最高價 標下第一尾 為了保存這些高級食材 還設立了專區 這裡就是妳說的秘密集體 對 我們來這裡要看什麼 妳故事不會做的 看什麼 好 好 我們要帶妳去看那個 老闆 這一間店的命脈 對 沒有這個地方 他這間店就 這麼嚴重 來 來 不用穿 不用穿 我幾零下六十幾度 沒有穿嗎 像冰島那樣 六十幾度 對啊 先不要穿 先不要穿 我想體驗看看 好,來,不要穿 戴進去嗎 好,戴進去好了 好 戴進去兩再穿 好,來 看我可以放幾秒 這是二十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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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不要 幹什麼,我進來啊 妳幹什麼 妳這樣子實在是 我先穿一下再進去 妳看 說都不用穿 妳看進來 這裡二十幾度而已 這裡二十幾度而已 我怕我的感冒 好,戴了 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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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裡二十幾度 夭壽 這裡穿得高 夭壽 夭壽 這個都是黑尾 夭壽 夭壽 可以了 我們趕快出來 趕快 趕快 我不誇張 我的鼻毛有點結冰 沒有 聽出來 聽出來 裡面呼吸 看,判得到我嗎 判得到我嗎 所以你誤還是我誤 都誤了 我都誤了 你也誤 我跟妳說 裡面的呼吸那個 你 原來是我誤 是 裡面呼吸那個鼻毛會結冰 結冰 妳有感覺嗎 我是腳根本沒辦法彎了 感覺已經 妳這個太誇張了好不好 沒辦法彎了 那太冷了 這就是妳的保護 對 而且我發現 我本來以為它是整隻 它沒有 妳都處理好 一片一片真空包裝起來 對 所以也不會吃到冰箱的味道 對 它的解凍 要解凍得好 它的鮮度也不會跑掉 對 所以我們 其實是一個秘密機 很會說話 對 也沒有說話 我們講了 我們接下來是該好好吃一下 它是鮪魚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好吃看看 零下六十幾度的冰庫 真的不是開玩笑 海鮮除了富含蛋白質 水分含量也比肉類高 所以儲存時 溫度必須控制在超低溫的狀態 才能夠保持跟鋼骨撈上來 一樣的新鮮度 好 參觀完鮪魚別墅 接下來換蕭老闆的功夫菜 開始了 好 蝦子先熟 蝦子比較慢熟 蝦子先熟 蝦子先熟 然後一盒刷開 你用手嗎 對 很多都是直接用 用鋁王弄而已 用手 好 現在這個粉是用手 把它刷開 待會兒兩盒 兩盒再來用鋁王 對 我們這裡先把 先把它做成形狀看 對 先把它做成形狀 那火就要把它抓起來了 這真的是功夫菜 蜂巢的做法是像白蝦去殼 裹上蛋之後油炸 起鍋前再將另外的蛋液 從濾網中塞入油鍋 形成蜂巢狀 這道菜難度很高 你看看剛剛的老闆收取得這麼高 不知道還以為他在換電燈泡 好 這兩塊最小塊 你看這個油花 花跟什麼 厚度 看這個厚度 為什麼這個厚度要切得厚 因為這個鋁王弄 就是魚鱗的三塊 切薄才給它鋁王弄 所以一定要切得厚 因為這個油一鍋 你如果撞下去 吃不到兩次 入口企劃 你可以再告訴我 尤其是 南老 南老豬在拿了 已經沒了 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厚 這樣來講的時候 我們看來超小三公斤 沒有 沒有 那是直接撞起來 要適合 剛才一口 剛才八百 你 你 你吃吃看 吃吃看 整塊 整塊 不可以腰斷 那個甜度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還要吃一口看看 你會覺得真的 這個海味 差一點 吃進去有點 還沒吃就有點害怕 對啊 脆爽 邊咬的過程當中 油一直斷得出來 但它肉質是脆爽的 整塊 整塊 對 嘴角會不至於上 好 好吃 不是 我在說 來產地吃黑尾魚 果然是不同凡響 因為魚肉的油脂豐富 吃進嘴裡 魚油會慢慢地散開 吃完後還會口齒流香 第一道就這個樣子 我看下一道 不得了 這個是 鮪魚的骨髓 骨髓 這個在市面上很少看到 我沒有吃過這個 我只有吃過牛骨髓而已 是不是 布丁吧 不知道還以為是布丁 嗯 來 謝謝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我們吃的速度會料理 齁齁 吃飯囉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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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